作词 李宗盛 吉祥远 吉祥远 柳大婶 你来干什么 昨不是定好了吗 下月初六 昨天晚上我给柳先生做了双鞋 怕您点灯熬油的废眼睛 柳大叔 您来了 爹 爹 柳天赐他爹来咱家干啥来了 给咱家从彩礼来了 怎么了爹 你要出嫁 你不高兴啊 黄了 啥黄了 亲事黄了 不是昨儿才订好的吗 定好了人家要退 留下啥事来退婚的 柳天赐 你凭啥耍动我 谁耍动你了 你 婚姻大事我们不能出事翻 你昨儿才订得过你今儿就要退婚 你让人归宁姐怎么见人 她本来就不该见人 我说呢 二十大好几个还不找婆家 嘿嘿 原来她爹就是干那个的 娘娘 你倒是说明了 她爹怎么了 你赶快跟她说呀 你看 天赐啊 退了吧 她爹是盗牟贼 跑别人家祖宗尸骨的 不会啊 不会吧 啥不会啊 就咱们家是新来的不知道 那徐晓铺为这事 蹲了十年的堂呢 徐晓铺 你真是缺德 你干什么不好 非要干那刨疼的勾搭 害死我娘不说 你怀疼我现在连个人家都找不着 你不想着她 你不能说 你不想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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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想着她 大哥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想你呗 老许 一会儿十五年不见了 是 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滋润什么呀 做了十件大佬啊 这不刚出来没两点呢 大哥今天来找你 就是想带你 干一大了 不行啊 大哥 我 我金盆洗手了 金盆 你们家都使上金盆了 说 是从哪个个道里跑出来的 不是啊 大哥 不是啊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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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扰了我 我真不想干了 老许 这次咱们干的可是大买卖 只要干成了 咱哥儿四个这后半辈子 吃香的喝辣的 什么都不用愁了 我知道 不过大哥我这人没啥能耐 何必多我一个人分你们那份呢 是不是 我们这买卖 还真离不了你 那为什么呀 铁梨花 我们要铁梨花 铁梨花 徐凤之 徐凤之 你还来做啥 我都问清楚了 我问清楚我娘为啥要退婚了 你放心 婚姻是咱俩的事 咱俩自个儿做主 我不管你爹以前是干啥的 我愿意娶你 我一定要娶你 你 跪吧 我看见他跪到什么时候 我告诉你 你就是把科兴二给跪破了 娘也不能答应你 我喜欢饭 要是不能娶饭 这辈子我就不娶了 孩儿他娘 你可真够狠心的 天子都跪了一宿了 他从小身子就弱 再跪出个好台来 你这当娘的心里就舒坦了 把这三宿了 起来吧 那这门荤事啊 我和你爹应下了 真的 娘 谢谢你 但有一条 你和你爹必须听我的 要不然我还一头撞死 秦家摩 这么说你们答应了 别别别 先别给我盘秦家 婚事可以答应 但是我们家也不能太吃亏了 是是 我们家是什么人家啊 望尚数三代都是读书人 想让我们家天赐取你们家缝 你得陪送一头牛 一头能更地的牛 刘大婶 凭啥让我们家陪送牛啊 我们家是嫁闺女 我爹还没跟你们要彩礼呢 闺一啊 你们家是什么人家嫁闺女 我们是什么人家娶媳妇啊 那一样吗 为什么让你们陪送牛 问你爹去 是是是 走走走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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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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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凡咱家这口窑卖了 也买不起一头耕地的牛 我硬了 不就是偷牛吗 你在家等着 爹这就给你牵过来去 爹 你要去偷牛啊 偷牛被人抓着会剁手的 你还嫌做打捞做得不够 我上哪儿偷去呀 放心吧 我指定给你牵过来 去吧 是 有 老熙悦 看样子你找着挺立荒吧 找到了 怎么说 他愿不愿意帮咱们 愿意 行啊 老徐 这事办得利索 大哥 我说话算数 将来绝对亏待不了你 人家 愿意是愿意 不过人有条件 条件 什么条件 人家 想要头牛 想要头能耕地的牛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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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真的 怎么样 好不好 放开 跟爹说 想不想嫁给柳天次啊 想 可是这牛 你从哪弄来的 那你别管 想嫁给柳天次啊 把牛给他家送过去 哎哟 这么大一头牛啊 放 你爹可真不愧是做大奶奶的 还真有家点啊 其实你过门的时候 带来就行了 干嘛还专门送来呀 放 这牛 咱们可给老柳家送过去 这可是头好牛啊 有了这头牛 你以后嫁到老柳家 那可就跟他享福了 可是呢 不过那个 这牛啊 不是你爹买的 你知道 爹没钱买不起 也不是偷的 爹没地方偷去 是爹的几位顾骄 送给我的 你有啥顾骄 我怎么不知道 都是过去的老朋友 那时候你还小 我这些朋友可诈一样 听说我要当老丈人 送给我一身衣服 这从里到外都是新的 你看看 他们住哪个团 以前咱没走动过呢 那他们住得可远了 他们凭啥送你一头牛呢 凭啥 这第一是有交情 第二啊 是求咱们帮个忙 帮个忙 帮啥忙能值一头牛钱 小忙 风啊 这样 那天黑以后 你跟爹出去一趟 天黑以后出去 你那些老朋友 都是刨疙瘩的贼吧 你这孩子 我的朋友都是你的长辈 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不去 我不跟这种人打交道 谁让你打交道 爹就是让你晚上啊 跟我出去走一走 不去 这 不 不去 你不去也行 把那牛给人家签回去 方大 爹是为了你好 老柳家后身不错 你嫁给他这辈子都错不了啊 张副官 小点事 我表哥说要睡了 这么早啊 我有急事要见旅长 急事 那 那跟我说吧 这不合适 旅长交代我专办的事 不就是九条龙的事吗 实不相瞒 小熊 关于这几个盗墓贼的消息 我也得到了 我刚跟表哥汇报完 我表哥说了 让你配合我办这件事 这世上 根本就没有叫体力话的 是你爹十五年前编的个故事 说是啊 有个叫铁梨花的奇女子 身上的 有七分阳气 三分阴气 专门能找上千年的老牧 一到了这样地方 阴阳相通 就不烦一阵 爹 他们跟上咱们了吗 应该已经跟上了 我跟他们说了 你怕见人 放心吧 他们不会跟他紧 这那嗓的蠢祸 也想找阅阳阵 小三十年 我都没找到 你想 要是真有个铁梨花 我自己不早化才了 姑娘 今天晚上你就是铁梨花 等到了地方你就晕 他们准能信 那咱们骗了人家一头牛也不好啊 有啥不好的 十五年前那个夜里 官兵一来他们就跑了 要不是他们 你娘也不会摔死在山崖下面 我也不会顿十年大狱 走 就这儿晕 这儿晕哪 快晕哪 又不会呀 笨蛋就装死 我 你看这地方是有风水的 冲上就是咱们排宝的样子呀 老三 下铲子 哥几个 你先巴掌啊 等等 你把他送哪儿去啊 你好在是这行的老人了 你好在是这行的老人了 你送他回去 咱哥四个脑袋立马就得搬家 不能 这铁梨花靠得住 那靠得住靠不住 你说了不算 我干这行三十年了 脑袋在脖子上能挺到今天 那是因为我就相信我自己 不是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儿晕着呀 老徐你傻呀 老大的意思是说 咱们哥四个脑袋想要保得住 就得先把他给宰了 行 不行 你给我不行 抓住 咱 老徐 给我研磨 我这刀子可有两年没摘血 过来 求你们饶了他吧 这是我闺女啊 老徐 老徐 你他娘那不人 就甭怪我不义 不管老的小的 全坐着 你们别杀我爹 都是我不好 不该骗你们牛 还给你们 滚 谣废话 收手 快快走 爹 都别动 放你手里的家伙 小吉安 凤 张副官 救救我们吧 你们 张副官 盗墓贼都认识啊 救救我们吧 蠢头给我带走 小吉安 吉安 你来了 你快帮我出去吧 凤儿 你怎么也跟着你爹 去刨疙瘩呀 我没有啊 没有 我怎么把你抓到这儿来了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我真的没有 这下子完了 我告诉你 和你们一会儿的那几个人 哥哥罪大恶极 你和你爹 再跟着他们一起掉脑袋 我们不是一会儿的 不是一会儿 你们怎么一起去刨疙瘩的呀 盖人们 爹 怎么还出了个娘们儿 报告旅长 昨晚上在山上一块儿逮的 一共四男一女 一会儿先砍着四个男的 再砍着娘们儿 穷山恶水出刁民 娘们儿都敢盗墓 这还了得 表哥 表哥 那个女的她不是盗墓贼 去 刚说在山上抓的 你怎么就说她不是啊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回事 就就跟他们搅到一起去了 我知道她的底细 当年 当年我投荒药饭的时候 差点饿死 她救过我的命 她救过你的命 我看看 林林看着不大呀 她真救过你的命 没骗我吧 吓死兄弟兄弟也不敢啊 救过你的命 那就是你的恩人 又是个女的 饶她不死吧 多谢表哥 萧四啊 到 去换一下布告 说今天只砍 四个盗墓贼的脑袋 是 谢谢表哥 那个小娘们儿 看在张建安的面子上 今天饶你不死 但是你必须给我看着 看着这四个脑袋怎么落地 看你以后还敢挖分掘墓 来人啊 把九条龙的衣服给我扒了 听说你行走江湖多年 还有点小名气 可你行的都是不义 干的都是缺德事 我赵元宫必须砍掉你的脑袋 解脚 别杀我爹 可臭娘们儿 刚饶你不死还敢闹法场啊 什么事 别的不是好歹 再嚷嚷嘴我给你堵上 别杀我爹 我爹没刨疙瘩 屁话 没瞧干的跑山上干什么 我赵元宫会来啥无辜啊 那个老朋友叫什么 徐校服 就是他 十五年前因为挖分掘墓 做了十年大鱼 以为我不知道啊 十五年前 我爹是跑过疙瘩做过大劳 可这次真的没有 十五年前 是因为我们家没有弟 他为了养活我和我娘 这一回 是为了一头牛 他给那三个人带路 就为了一头牛 我管他为什么 我刚说了要砍四个人的脑袋 不够都听不去了 不砍他我哪来四个脑袋啊 让我替我爹死 我替我爹死 我死 闭嘴 你说什么啊 赶紧给我闭嘴 我问你 那个是你公爹还是你亲爹啊 我亲爹 他还没嫁人呢哪来的公爹 别走 去 把他给我带这儿呢 来 你待会儿老实点 要不然就没命了 小样长得不难看 多大岁数了还不嫁人哪 倒是个孝顺闺女 听着 老子今天必须要四颗人头 真敢替你爹去死 敢 小姐 去 把他和他爹换下 表哥 我 我喊三棵树 你脑袋就落地了 你脑袄 丘容还来得及 我喊了 啊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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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娘下班 仗义 我念你是个大孝子 我饶你们爷俩都不死了 来 到 带一下 是 锦绣 预备 好 看 好 小子 到 去 到 马上先那儿跑一趟 把他给我请到家去 就说我有急事 是 姐 过来 德哥 你丫头叫什么 他大名叫徐凤智 小名叫凤 凤 你跟他们家有交相 好 你得帮表哥一个忙 表哥你说 到他们家去提亲 明天我就要娶这个丫头 上 走 小组官您这是 我丫头 你好好删个 这过两天就要成亲了 那有啥事不能在家里说 非得到这儿来啊 你 怎么了 你哭什么 都是我对的情 我们家就不该要那头牛 那什么 等你过了门 我们再慢慢劝我娘 把那头牛给你爹送回去 玩了我 玩了 孤儿 这可使不对 我们家风 许过人家了 许过人家 我怎么不知道 这不踩冰鞋了吗 老徐你个王八蛋 你忒不递道 你不知道我一直喜欢 混蛋 起来 那你喜欢风这么多年 你怎么不来提心呢 我不来提心 那是因为 过去的事不提了 今天 我是替我表哥 赵燕跟赵旅长来提亲 不是还没过门吗 让他退婚 谁胆这么大感想放提亲 谁 行了 没事了 你回去吧 这就没事了 那你到底为啥哭啊 为啥哭跟你没关系 我差点一辈子都见不到你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别管了 你答应我一件事 啥事啊 等我过门以后 你们家还有你 永远都不要提我 你是盗墓贼的事 成 不提 你保证 保证 我这奶奶都毙了你们 有你们这么娶儿媳妇的吗 人家一分钱不愁你们要 你们还要讹诈人家 一头牛 我们不对 我们家做的不对 退婚 我让你们退婚 退退退 退 退婚 你还是个读书人 老不要脸 赶紧把牛给退回去 退 是 是 爹 爹 您可回来了 快进屋 我们给您量衣服去 爹 咋回事啊 在那儿等着 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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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许就把牛给你还回来了 张吉安 咋回事啊 给您道歇 爹 今天你早点睡 把觉睡足了 明天天不亮就得起 梳头头开脸的 今天夜里就在这儿候着 天一亮 花觉就到 啥花觉啊 无良天尊 旅长一向可好啊 好什么好啊 一直也没个儿子 能好吗 坐 来 府上四位奶奶的属性 和生辰拔字 都与旅长是十分的和睦 一直未能给您生个少爷 那是机缘 味道吧 你给我少来这套吧 那是 我明日啊 再到府上四处转转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妥 冲了咱们家的龙脉 放屁 我们家在这儿住上百年了 那是 那是 我琢磨着啊 我要想再找一个能生儿子的女人 她就得找一个那样呢 旅长 您要娶的吴奶奶 一定是人才出众家世不俗 家世不俗有个屁用 我那大奶奶 李诞云 家世怎么样 清朝的二品官 有用啊 那是 家世也倒不太重要 说得是 我告诉你啊 我要再找一个能生儿子的女人 她就得找一个那样的 旅长 这贫导愚钝 您就直说了吧 我今天砍了三个盗墓贼的脑袋 这事你知道吧 知道 你说我要找个这样人家的闺女 那恐怕不太 恐怕什么呀 恐怕不太 恐怕不太 不太什么呀 要想生儿子她就得冒险 正是 贫导也正想这么说呢 您是不是已经相好了 快把生辰八字报上来 贫导我帮您批一批 这就不劳你大驾了 明天就大喜 明儿子 过来 我给你帮您帮您帮您的帮您的帮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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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有个准备呀 准备个屁呀 我让张俊然都接人去了 袁刚 娘这几年一直催着你 要你再娶个会生儿子的 你这一直就没动静 这咋突然就 谁家的大小姐呀 你明天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天四 你这是干啥呀你 要去不能是赵旅长 你不要命啊你 天四 你可不干吗 天四 天四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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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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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副官 张副官 你看 停轿 放下 放下 你这是干嘛 咱脑队咱都没好处 我 时辰快到了 不能打我 范儿 刘队秦山在 刘队秦山在 小燕太太 娘 娘 娘 这是武压枪的 你是武压枪的 娘 要怪就怪我无能 没给您生出个孙子来 袁庚他要娶小五 也是为了行孝啊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娘 您就别闹了 就算给儿媳妇个面子行吗 李淡云 你一较真地护着爷们儿 滚一边去 娘 您消消气 我们姐几个没本事 咱们老赵家传宗接代的大事 就全指着这新进门的五妹妹了 五妹 是啊 是这样 你们几个 凡是废 老大 你进门二十五年了吧 就没接过果儿 老二好点 生了个丫头 老三老四 成天打扮得跟狐狸似的 就知道骚爷们儿 怎么就都不会下个蛋呢 你们急了 我比你们谁不急着抱孙子呀 谁不让他娶小老婆了 娶个杀猪的闺女 哭伤婆的闺女我都认了 干吗非得娶一个 丧尽阴德盗墓贼的闺女呀 娘 麻烦了 今儿春了吧 别闹了 弟兄们等着喝酒呢 吴良天尊 老太太 听我说两句 神仙 让您笑话了 不敢 不敢 贫道正替赵旅长高兴呢 这个新进门的五奶奶好啊 好 盗墓贼的闺女 五奶奶的这个家世出身 听起来是有些瑕疵 但是您想一想赵旅长啊 命中本就火旺 有少年习武 酒精沙场 性情是质刚质烈 需 因其极重之人相匹配 方能阴阳融合 传宗接代呀 从这点上看 五奶奶的这点特别之处 不是刚好合适吗 我早早就拿到了 五奶奶的生辰八字 那与赵旅长是天作之合呀 打婚之后必定多死多福啊 你不会是向着他乱说的吧 贫道以为早早给您添了孙子 赵家的基业有了传宗接代之人 这才是大笑啊 便给旅长出了这个主意 老太太 请您一定要体谅 赵旅长的一片孝心呢 我儿子孝春那是不假 后人家不生气了吧 走着 来 坐 五妹妹 给老太太磕头 妹妹 从娘家到咱们家这么远 又饿又渴了吧 这张继安真不会办事 怎么这么对五妹妹呢 这是怎么闹的这是 还没入洞房就溅了血 这赵旅长还不避了张继安 快快快 拿白药烧酒来 是 张继安 真没想到你这么对待五奶奶 看我怎么收拾你 这我都吃醋了 旅长给他老丈人的礼 真是不薄啊 你看看这是地气 三十亩水浇地啊 在你们村顶个小财主了 你爹再也不用干那缺德的事了 要说你爹在旅长的地盘上盗墓 旅长毕了他都不去啊 幸好有了你这么个好闺女啊 快别哭了啊 一会儿还要出去给人敬酒呢 多不好看啊 这样 姐姐亲自给你晕晕脸 我都有一天 还需要谁 快搭出去 去啊 我就是 阿瑞 可是就是 来人啊 去哪儿 来人啊 来人哪 没事 老婆 没事 来 救命啊 抢婚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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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婚啊 救命啊 抢婚啊 香飘一阵风 如雪般笑容 竹力在枝头 满目叉刺眼红 我 往事一场梦 梦醒求证诺 我 有些暗涌在心头 你看不懂 你看不懂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 也不舍 也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当夜不再是 沉默的颜色 爱总会留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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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回忆 也不舍 爱总会留一遍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忍 也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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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多少时间 也不舍 多少月圆圈 当夜不再是 沉默的颜色 爱总会留一遍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 也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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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情回忆 心慢慢融化 心慢慢融化 不再如天 不再如天